林肯号航空母舰 全称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 先号CVN-72 是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的五号舰 该名字的来历想必大家都应该知道 林肯曾是带领美国走过南北战争风风雨雨的总统 该航母由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负责建造 主要是以企业号的舰体设计为基础设计 于1984年11月3日安放龙骨 1988年2月13日下水 并在1989年11月11日开始进入美国海军服役 任命威廉·毕海登上尉为指挥官 林肯号采用林肯的短语 Share not preach 作为该舰的座右铭 翻译过来的意思是不会灭亡 这艘航母在建造过程中完成了许多里程碑 虽然该舰已经有了30多年的服役历史 但由于该级航母一直在更新换代 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落伍 而纽波特纽斯船厂至今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全球所有的超级核动力航母 几乎都是这家船厂建造的 并且他们不仅能够建造航母 而且还提供设计、维修和家住燃料等服务 林肯号长332.8米宽76.8米 满载排水量10万2000吨 吃水11.3米 采用A4WAIG压水反应堆和四台蒸汽轮机 无线续航 理论上可以持续航行20到25年 虽然是按照企业号核动力航母的标准设计的 但林肯号的能源消耗要比企业号小很多 依照1967年初 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备忘录 企业号的A2W反应堆 首次装填燃料所需的成本 大约在6400万美元左右 而林肯号所采用的A4W则只有一半 也就是3200万美元 而且A4W反应堆装填后的寿命 也比A2W反应堆增加了至少两倍 推进装置采用四轴四桨推进 最大航速35节 现在燃油9000吨 除此之外 该舰还备有四台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 功率为1720马力的柴油机 林肯号舰上最多可容纳6000人 可以搭载FA-18战斗攻击机 A6攻击机 E2预警机 EA6B电子战飞机 以及SH-3G直升机 可以同时搭载90架标准舰载机与直升机 搭载机型根据作战任务的不同 实时进行调整 装备四座升降机 四台蒸汽弹射器 以及四条阻拦锁为舰载机服务 可以以20秒每架的速度进行弹射起飞作业 舰上武器系统有两座8连装RM7M防空导弹发射装置 两座RM116防空导弹发射装置 三座MK15进程防御武器系统 以及四座MK36干扰博条发射器 航母上的雷达也有很多 对空搜索分别是主要负责EF波段SPS48E雷达 负责CD波段的是SPS49V5雷达 以及MK23TAS雷达 对海雷达为G波段SPS67V雷达 林肯浩在严格意义上来讲 属于第二批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 由于新技术的诞生 从CVN71也就是尼米兹级4号舰开始 就已经开始按照第二批尼米兹级的建设标准建造 第二批尼米兹级在设计上做了不少改良 包括采用模块化建造以降低成本 在侧弦增加了63.5毫米厚的装甲 加装了箱形掩体来保护弹药库与机舱 反应堆卢心的寿命 也由原本的13年增加到了15年 因为老一代的大型舰载机已经逐渐退役了 也就取消了飞行甲板的钢缆回收器 第二批尼米兹级开始建造后 前面的第一批尼米兹级 也追加了上述的这些改良工程 而从林肯号开始 尼米兹级就全部改用了四部新一代蒸汽弹射器 该弹射器也算是美国十年模一件的成果 其中光是设计就花费了四年的时间 加上测试验证的时间总共花费了十年 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完成所有开发工作 在确定可靠之后 在林肯号上首次使用 同时从第二批尼米兹级开始 防护能力就在不断加码 从林肯号之后进一步加强了 舰面甲板下一层的回廊甲板 所以满载排水量也就增加到了十万两千吨 也便成就了美海军第一艘排水量超过十万吨的航空母舰 但是由于新技术的不断涌现 略显老旧的林肯号已经逐渐与他的新兄弟们拉开了差距 为了赶上后备们林肯号进行了一次大翻修 2014年4月 美海军授予了纽波特纽斯造船厂一份高达26亿美金的合同 该合同包括为林肯号更换核反应堆 以及航母上2300多个隔间 600个水箱和数百个系统 以及联合攻击战斗机的检修 对航母飞行甲板 弹射器 作战系统的现代化升级 并且对舰桥进行了全面现代化升级 安装了一个长达26.8米 宽9.75米的岛式上层建筑 该工程属于航母换料与综合大修中 几个需要进行维修的大型结构之一 此次升级共耗14年 使林肯号成为了尼米兹级中 最现代化和最先进的一艘 届时 其装备水平将处在众多尼米兹航母中的前列 是美国最强的航母之一 在未来的20年内 继续作为国家防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国效力 有意思的是 在前期检验时发现 林肯号的一个船毛出现了问题 而船厂已将企业号航母的一只30吨重的毛 安装到林肯号上 该船厂于上世纪60年代建造了企业号航母 该航母已于2016年退役 而这只毛将两艘航母联系到一起 林肯号也将继承企业号的精神 重返舰队 需要注意的是 此次升级以后 林肯号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中 第一艘可以搭载F35C联合攻击战斗机的航母 重新出场的林肯加上F35C 这两者之间的强强联手 着实让人刮目相看 可是好景不长 2018年9月4日 正在林肯号航母上进行实验的 一架F35C舰载战斗机 在接受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伙伴加油试验时 发生意外受损 这是F35C战斗机发生的第一起严重飞行事故 有海军官员表示 是因为加油管蓝圈的残骸 不慎落入了F35C的发动机进气口 导致发动机受损 好在两架飞机都已成功着陆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返回了弗吉尼亚州海军航空站 而F35C则在林肯号上逐渐成功 事故中无人受伤 但是具体事故原因并没有透露 这起事故被定位为A类事故 说明损失已经超过了200万美元 这起事故似乎与林肯号并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是下面这起事故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2019年8月9日 一架12D预警机在进行傍晚着舰时 第一次居然任何拦阻勾锁都没有勾住 机翼还擦到了甲板上停放的两架舰载机 弹起的碎片又击中了另外两架舰载机 造成了四架舰载机同时重创 很显然 这架摸黑降落的12D没有找准降落点 而且航向也严重的偏离了着舰航道 所以也就导致连撞伺机 事故发生时 林肯号已经出海长达半年 眼看就要打破航母出海不靠岸部署的世界纪录 舰上人员都已十分疲惫 这种情况下还敢让预警机夜舰拦阻 只能说纯属蛮杆 1990年9月复役后 林肯号来到太平洋 该舰在太平洋首次部署就遇上了海湾战争 随即出发前往了波斯湾 当林肯号朝向印度洋时 恰巧碰上了菲律宾旅宋岛上的皮纳图伯火山爆发 林肯号与其他23艘军舰一同参与了撤离任务 从苏比克湾海军基地撤离超过4万5千人 至苏武岛港口 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在和平时期的军事撤离任务 在撤离任务完成后 林肯号继续前往波斯湾进行侦察任务和空中巡逻 以协助美军和其他盟国部队参与海湾战争 到了1992年初 林肯号参与支援南方守望行动 监视伊拉克南方的禁飞区 1993年4月28日 林肯号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艘接纳女性飞行员的航空母舰 并于1994年10月24日离开圣地亚哥港 开始进一步的更新训练 就在第二天 该名女飞行员在驾驶F14战斗机降落时 由于发动机的故障和飞行员的疏忽 导致飞机丧失动力而坠海身亡 不过屡经挫折的林肯号 在战争中可是一点也不懈怠 美伊战争期间 林肯号的机队和其战斗群 一同参与了最初对伊拉克的轰炸行动和空袭 在这次行动里 林肯号的机队进行了约16500次的飞行 并投射了726吨的弹药 林肯号最终于2003年5月返回圣地亚哥港 并获得了总统的参访 总体而言 林肯号航母是尼米兹级系列建造的 第二艘大幅改进的航母 经过一系列改进后 非常适合巡航作战 所以林肯号目前是尼米兹级航母中 作战次数最多实战经验最丰富的战舰之一 在美海军参与的多次战争中 都有着出色表现 是尼米兹级中极具代表性的一艘航母 好了 关于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介绍 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介绍不足的地方 欢迎来评论区讨论留言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